- 張紹涵本月21日到廣東開場 然主辦單位卻被爆出購票爭議 據悉張紹涵的粉絲後援會 提前5個月跟主辦單位溝通 確認可以購買團票 以獲得前排的座位也已經支付了購票金額 然演唱會的前一週 主辦單位卻臨時告知前排位置已經沒有了 只能選擇退款 或是換到臨時增設的角落位置 而前排座位最後都給了贊助商 令粉絲們十分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張紹涵在演唱會之前也聽說了這件事 並且協助粉絲爭取權益 但粉絲們還是沒有獲得原本的前排位置 他在演唱會上表示 有些朋友可能在買票時出了一些狀況 因此向大家說聲抱歉 雖然很多事情無法控制 但仍希望粉絲們能夠相信他 只要他能力所及一定會替大家爭取 間接表達了對主辦單位的不滿 真誠和用心維護粉絲的態度 獲得望我們大讚 fierce 繼續 莫 suited 莫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